大家好,我是張俊玲,我是燃樂工房的創始人。 我每天所做的事情就是從廚餘垃圾裡面找到他們的顏色,然後去染。 其實這個靈感的開始都是個偶然,就是有一天我跟我的夥伴吃飯的時候,咖哩植弄髒了衣服,然後就發現咖哩植能夠弄髒衣服,然後那個顏色沒有辦法洗得掉。 所以就想,咖哩植它有機會成為廚餘垃圾,那廚餘垃圾也能夠找得出來顏色,那些顏色也可以洗不掉嘛。 所以從而我們就開始了廚餘染色的研究。 在香港,廚餘垃圾的情況其實還是真的很嚴重。 每天三千六百噸,確實沒有辦法好好地處理所有的廚餘垃圾。 我們到現在這麼多年,可能才處理到六百到七百噸的廚餘垃圾。 對比起來真的很少。 所以我們希望未來也可以找到一些更好的方法。 現在能夠從我手中提煉的顏色其實還蠻多。 大概七到八種吧。 比如說我們那個紫葉菜可以有藍色。 薑洋蔥的話可以做黃色。 然後紅菜頭就是我們前菜根能夠做紅色。 然後咖啡的咖啡色。 菱角跟我們的梨,梨巴可以做到那個灰色。 然後還有橘子的皮能夠做橘色。 那所以我這樣子數的話也有七種。 但是應該遠不止。 所以我們就是每天所做的事情。 就是把那個天然的燃料,天然的顏色好好調出來。 我們想要未來有一天能夠把化學燃料找到一個新的替代品。 一個環保,一個綠色的替代品的話。 那才是我們最終的目的。 我開始這個項目是2012年。 一開始的時候其實真的蠻辛苦的。 因為那些比如說餐廳或者是菜市場的阿姨真的不明白你拿那些橘子垃圾是幹嘛。 他們會很擔心你會不會是把那些沒有長得很好或者是還可以吃得掉的食材回家吃自己吃。 他們擔心你吃了會辣肚子那樣子。 但是到了後來我們能夠做出一兩間的測試品給他們看的時候。 跟他們解釋了。 其實我們把那些除以垃圾都是拿去做顏色研究的話。 他們就很好的配合。 從我們開始到後來我真的要堅持下去。 有一個很重大的轉結點。 就是2015年的時候米蘭世界博覽會的邀請。 因為那年的主題就是跟食物有關。 然後他們就是在網絡上搜索到我們適用剩餘的食材來做染色。 然後他們就覺得這是在永續發展。 對未來來說這是最好的一種方案。 然後他們就命名了我們那個顏色色。 全世界最美麗的顏色。 就是因為它背後的環保概念。 滿驚訝的。 也做了幾年的時間。 我們就覺得這是很平常。 就是把那些東西收集回來。 做燃料。 染出來的東西也可以是給我們商戶的一些合作的方案。 卻沒有想到原來這個是未來在追求的綠色的環保的科技。 我才發現我好像做了一件蠻厲害的事情。 我們平常還是做蠻多的培訓的活動。 或者是體驗染色的活動。 那我們做這個事情的最重要目的。 是希望可以把環保這個信息可以傳到到不同的人的腦袋裡面。 因為真的只有我來處理除以垃圾的話真的沒有辦法。 就是我想要做到事情。 哪怕只是你每天產生少了一點。 只是一點的除以垃圾也是一個很好的改變。 到了現在這一刻,就是2019年。 我們應該已經在三到五個城市有幫他們設立了做一些廚餘回收、做燃料。 或者是把那些廚餘垃圾做肥皂的一些小型的方案。 環保這些事情。做處理廚餘垃圾的事情。 並不是只能做燃料。 在不同的地區、不同的國家可能也會有調整。 這個提案在香港來說,可以算是成功了。 但是其他國家可能它應該是演變其他更好的方案才是最好的。 對我自己常會說這樣的一句話。 如果有一天我能夠因為收集不足那個廚餘垃圾, 而需要光榮的關門的話, 那其實對我來說也算是一個不錯的結局。 而且,都是用一個主機照片。 這一chter還在、當地都看著我們了解的。 對我來說,我們還會是不正常。 我們會試過這個人。 每天都可以說的。 我們一起算是一個移民的。 我們現在的天氣一定要做好。 感谢观看